好,第一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食物也是從什麼地方開始呢? 細胞 再來呢? 組織 對,細胞構成組織 再來呢? 組織構成器官 再來呢? 食物 對,食物缺乏哪一個層次? 器官 缺乏系統 對,為什麼缺乏系統? 就缺乏啊 就缺乏啊,你不能這樣講啊 你要為什麼啊 因為這些層次其實是人為之定義的 那為什麼食物缺乏系統? 因為他們需要加廣 因為同學,我們身體不是很多系統嗎? 我們有心、膛跟血管 或是說我們有消化系統 可是你想想看喔,如果把心膛拿出來 會不會抹 可是植物不一樣喔 它會在你手中跳嗎? 植物呢,把他器官拿下來 你會抹嗎? 可以喔 不會再生 對,它會再生啊 所以他有沒有這麼緊密連結 沒有 所以他可以獨立生存 所以他器官是可以分開來的 那個根,可以跟筋分開來 你把根拿去中 就會變成一個型的 所以他缺乏長的障 缺乏系統的障 我直接剪解 缺乏系統 它缺乏系統 你要想一下為什麼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植物的細胞 植物的細胞呢 我們磨蹤目前為止 學到哪些細胞? 你有聽過嗎? 細胞? 表皮的 表皮細胞 像牙蔥表皮細胞 對 同學 皮膜通常在講動物 植物的話就是表皮 動物像都有皮 好 表皮細胞不學過的話 通常都方方正正 對不對? 對 像洋蔥的話就是一個一個的 好 一個 不能畫太多個 因為細胞是什麼 那你就畫一顆的嗎? 一顆 好 一顆的話就是細胞 表皮細胞對不對 還有什麼細胞? 葉肉細胞 葉肉細胞 還有什麼細胞? 葉肉細胞 葉肉細胞 葉肉細胞呢 各位還沒有學到 它就是基本上 它裡面有很多的葉體 對 因為它是可以形容的 那個綠綠的是葉綠體 對 葉綠體 好 欸還有啊 還有那個 負責系統開關什麼細胞? 不要忘記了 寶衛細胞 寶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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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衛細胞長什麼樣的? 就是半月形的 對 然後它中間 同學 兩個半月形是幾個細胞? 是兩個細胞 好 那它裡面是很多綠綠的什麼呢? 葉綠體 葉綠體 好 最後的同學還要講到一個 是運輸用的細胞 就是 欸 我們沒有學過啊 不過 我可以先告訴你們 你們有看到竹筷子嗎? 有啊 竹筷子是什麼做的? 竹子 竹子哪裡做的? 一個 竹筋 竹筋 竹子那個很常叫一節一節那個筋 欸 竹子的筋裡面的細胞叫什麼細胞呢? 叫做運輸的細胞 因為它裡面的功能是負責用完運輸 如果你用寫鏡看那個竹筷子 你會發現它是一絲一絲的 然後它是有中空的細胞構成 很像吸管一樣 為什麼要長這個形狀? 因為它其實食物要喝什麼? 水 所以它的細胞就形成很像吸管一樣 所以裡面有一些叫做運輸的細胞 長下什麼形狀呢? 吸管 吸管的形狀 長長 細細長長 運輸的細胞呢 通常都是形狀就是很細長 然後中空圓形的這樣子 所以食物有這些細胞知道嗎? 好 這個細胞都ok 那接下來食物有沒有組織呢? 當然有對不對 食物表皮合起來叫組織呢? 表皮組織 表皮組織 我們是有表皮組織嗎? 對 我們在那個鴨翅草的下表皮 有看到很多保衛細胞跟表皮細胞 所以有表皮組織 好 還有什麼組織呢? 葉肉組織 葉子的肉叫葉肉 葉肉組織 好 那很多蘇導的細胞叫什麼呢? 蘇導的細胞叫什麼呢? 蘇導的細胞 叫做蘇導的細胞 好 那同學 蘇導組織倒是有一個重點要提醒你 它有一個專用名詞 蘇導組織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詞叫做 微管束 微是什麼意思呢? 微生的管制 微管束 對 微管束 維持生命的管線 好 好 老師 那保衛細胞是什麼意思? 保衛細胞是被歸類為表皮組織 因為它在哪裡可以找得到? 葉下表皮,葉子的下表皮 可以嗎?葉子在這裡 所以反而外是表皮的 對,它跟表皮的一部分 好,同學,書道組織叫微短束 那所以呢,哪些地方可以看到微短束? 除了竹筷子之外,葉子可以看到微短束 葉子看得到喔,葉子上面有一條一條 很像血管的東西叫什麼? 你會把它叫什麼? 葉脈 葉脈對不對?所以葉脈算什麼? 微短束喔,追蹤鞋 紅鞋 講太快了 這是什麼? 這是血 這是血 好,葉脈算什麼層次? 運輸 對,組織的層次喔 它是一個運輸的層次 好,所以葉脈算是微短束 只屬於書道組織 好,那接下來呢 這些組織合起來比較什麼呢? 器官對不對? 好,所以器官有哪些器官呢? 來一位 植物裡的器官有兩大類 一類呢叫做 根莖葉 這叫什麼器官呢? 根莖葉 來,想想看 為什麼植物有根? 根的目的是什麼? 吸收水分 吸收水分 對不對? 你在那個澆水的時候要澆到哪裡? 根部 澆根部 澆根部嘛 看它會吸收對不對? 你澆葉子的姿勢有沒有? 沒有 那吸不到水分 像你喝水這樣喝水搭喝對不對? 不然你說要打針嘛 你不能澆在你手上那樣 好,所以同學 根、金、葉 根呢會吸收水分、根、框子 然後呢,運輸到上面去要做過什麼? 金 好,那葉子做什麼用? 葉子 葉子為什麼要命運的? 瓜瓜就要 所以它們都跟什麼有關係? 跟營養有關係 所以根莖葉叫什麼器官? 植物的什麼器官? 營養器官 為什麼叫營養器官? 因為跟植物的什麼關係? 營養 營養 植物要活藥跟莖葉 所以植物有六大器官要備起來 首先是根莖葉 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呢? 開花 然後呢 結果 然後結果裡面有什麼? 種子 那花果實、種子作用是什麼? 繁殖下一代 繁殖下一代 所以叫做生殖器官 花果實 還有種子 是西瓜會有種子 那這些跟下一代有關係 所以合稱為叫做生殖器官 是不是西瓜不是只有動物有 植物也有啊 植物也會繁衍下一代啊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接下來這六大器官合起來 你知道什麼嗎? 個體 懂得意思嗎? 個體 可以嗎? 好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好了 好 第一個 例如 番茄炒蛋 請問是什麼 猜一看 一樣 器官炒細胞 欸? 番茄是什麼? 個體 個體嗎? 器官 器官 火食 火食對不對 生殖器官炒細胞 對 生殖器官炒細胞 番茄是生殖器官 而且細胞也是生殖器官 所以是生殖器官 所以是生殖器炒細胞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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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以後看到番茄炒蛋 要想到他生殖器官 跟細胞 好 生殖器官 好 第二個 竹筍炒肉食 竹筍 竹筍炒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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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竹筍炒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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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第三個 金針排骨湯 金針什麼東西 金針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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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炒哈 排骨湯耶 金針排骨湯耶 金針排骨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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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體草細胞 對 個體可以瞎人草 個體 個個體細胞 個體細胞草什麼 草個什麼 個體細胞草細胞 對 飯什麼吃的種子 個體細胞草 種子 對 個體細胞草器官 然後 個體細胞草器官 然後 個體細胞草器官 那太多了 個體細胞草器官 對 個體細胞草器官 因為飯是器官喔 老師你已經在接